安波华宇足球快训2023年1月5日 曼城力真拿下车载 SPAWS SEC等于0 91PAWS 本轮英超 领头杨阿仙奴在主场被牛卡素和球阵 联手破合 哥迪奥拿赢来了与榜首缩窄分差的良机 在周五凌晨 本轮英超为场重头戏一触即发 曼城将走访史丹福桥球场挑战车入市 拉迁史达宁期待反哥救主 这是他转会车载后第二次对阵老东家 首次交手势在英联杯第三圈中 当时0比2兵败阿提哈德球场 正所谓是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两队比时会献上什么样的精彩场面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本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必争之战 首先对于蓝军来说 普达的蜜月棋已经结束 过去七轮联赛仅赢一场 其余三合三负 与第一集团的分叉逐渐被拉大 要想实现真四目标需要家族马力 曼城目标乃未免 不过开局便杀出个陈咬金 这对于过去五年四夺冠军的蓝月亮来说相当意外 更何况往后赛城会越来越繁密 多线作战压力倍增 中江市肯定不想让真冠变成枪手一个人的独角戏 早在世界杯之前 车载就呈现疲惫不堪的迹象 进攻陆路无位 后防线漏洞百出 好不容易等到世界杯之后 球队也没有完全苏醒过过来 上轮联赛在领先的大好局势下 背下半区队伍破合措施好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其他真似直接竞争对手牛卡素和曼连等队状态不俗 已经爬到较好的位置 并拉带与之的积分 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蓝军经济在与积分榜前三的队伍交手中全部输球 这对球队士气打击很大 毕竟惊吓曾花费不少钱影员增兵 整体阵容班底并不差 成绩更不至于不进反退那么多 普达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伤员多 列斯战士和尼高路减迪等主力先后受伤 如何用余下的人手盘活进攻和稳固防守非常重要 要知道上仗赛后 普达的战术部署遭到了不少媒体和球迷公开质疑 认为在取得进球后空有空球而进攻乏力 媒体还给出直接数据 从比赛第42分钟到完场 仅由皮尔奥巴美扬完成一次勉强的攻门 很显然 本场面对攻守兼备的曼城 拉迁史达宁 美城曼志和卡尔夏威斯等重要攻击手需要敲开城门 问题是他们能够做到吗 赛季至今 队内只有拉迁史达宁一人有过连场因超破门 世界杯结束回到球会之后 很多失忆的球员纷纷在联赛中找到了自己 取得进球的布卡约沙卡 加比尔马田利尼和哈利卡尼等人展示出不俗的状态 而三师军团新星菲尔科顿似乎还没走出来 无法盘活比利时的奇云迪布尼和在英格兰表现机会不多的 鸡鸡亚利书也用助攻带动了爱宁夏兰特 近二轮联赛挪威球星场场有进球 拥有当红炸子鸡爱宁夏兰特和中场发动机 奇云迪布尼的存在 蓝亮的进攻根本无需担心 更何况还有在卡塔尔闪耀的阻力安爱华里斯 还有利耶特马列斯等封线 破门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需要提及的是 蓝月亮近期后防线并不稳固 过去七轮联赛多达六场有失球 虽然失球不多 但却是致命的 例如近两个主场的失球直接导致失分 非常有力的是 自2021年的欧冠联决赛 习败给车陆氏无缘冠军之后 戈迪奥拿每逢遇上蓝军都十分醒神 其中过去三次都以林峰姿态取胜 很显然戈迪奥拿已经从昔日失贯的噩梦中走出来 与此同时 蓝月亮近期做客取得了两连胜 趁着对手陷入困境之际 曼城必定想攻克使丹福桥球场 阵容方面 后卫鲁宾迪亚斯因伤缺阵 感谢你的收听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